早上7点46,太阳出来了 给你们看看我们昨天晚上是怎么睡的 来,座位一收,就是这样子的 睡得好不,昨晚上 不够长,你看他的脚伸出来了 起床,起床 7点,快8点了 现在早上8点过9分,出发下一站 你看边上就是那个,叫什么湖啊 忘记了,那名字太长了,记不住了 我们下去看一下去 没想到我们昨天晚上住在这么好的风水堡地 走,看看去 这里应该是水上亚丹地貌了 呀,竟是沙子了 一条红沟 为什么挖一条沟呢 是为了阻止偷窥祖国的大好河山吗 走,再开车往前面看一下去 我们开了大概有十几公里 这条沟一直都存在 所以我们也跨不过去 放弃吧 虽然不能近看 我们就远远地看一下吧 我在网上看了水上亚丹的图片 他们晒出来的也是这种地貌 也差不多 我们就没必要去景区了 费尽了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一个缺口 我们进来了 这不是为了省门票钱 就是感觉一个人包场 这个感觉太爽了 这地上不知道什么情况 跟水泥地一样 高海吧 2800呢 并哥跑步了 走路都有点窜 大气 这就是盐的声音 我发现呢 青海这边的湖呢 全部是咸水 就是盐分了 全是盐 你看我们越往里面走 越能看到盐更多了 它跟海边的海水又不一样 海水那边呢 看不到盐 这走在这个地上 嘎吱脆的感觉 跟吃饼干一样 又有点像走在雪地里 白茫茫一片 水上哑丹 值得来一次 太美了 回过头来一看 怎么多了这么多人 这一次干了心了 走出发 这一次是真走了啊 真出发了 下一站了 明沙山 明沙山 我都讲不了话了好吗 你看 冰哥看到沙子的 这个兴奋劲又来了 冲不冲的墙呢 我下来你可以去试试 太电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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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要陷进去 真可以 我们走的 你看现在我们其实是斜的 这是很明显了 有点失重的感觉 又换你那个越野模式呢 巴哈模式 再来一次 你不要冲高了 这条边 这个是 对这个模式打开了 好 你看刚才我们压的车印 刷刷子给 要不要带着祖斗展回去 男人从小就喜欢玩沙子 这沙子的形状像人工梳理过的一样 好漂亮啊 这死是少年了 是幼儿 兵哥到这里 最大的梦想就是玩沙子 这小学里面玩沙子 咋要钱呢 是吧 一般小区大一点的也不要 你看这沙子多好 好干净的 它是不是空心的 清不清 清 清啊 清就是空心的 走吧 我们到那个明沙山去更壮观 来 打个卡 打个卡证明我来过 好了 人家都是傻观 而且狗 又开始了我们茫茫隔壁之旅 400多公里 要5个多小时才能到 这种路况 基本上都是自动驾驶模式 开起来还是很轻松的 沿路走过来呢 看到沙漠里面 很多这种摆好的石头 这一看就是人为摆设的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是不是阻挡风沙的呢 沿途看不尽的美景 特别是这些山 我终于看清楚了 深颜色的是石头 浅颜色的是泥土 双色山 这些山都是多吃多彩 每个山都跟每个山都不同的 你看这山 漂亮吧 现在2点29 我们还没吃中午 还没吃早饭和午饭 都没吃 因为今天我们村那个水上亚丹 开到这个阿克赛 本来想去敦煌的 但敦煌时间太长了 所以我们提前在阿克赛下了高速 这个400多公里 没有服务区 没有加油站 所以我们一直饿到现在 我会晕了 坚持坚持 很快到了 你县城还有20多公里了 我们预计今天晚上也要住在这个阿克赛县城了 不去敦煌 明天再去敦煌 看县城怎么样 如果好的话我们明天也在这里 明天不露营啊 明天休息一天 太累了这两天赶的 开了整整两天 终于看到有人烟了 但我感觉这种条件 想在这里生存也很难 回到了房间 我快饿死了 先找地方吃饭去 这个县城的绿化弄的也蛮好 停车也蛮方便的 马路边都有车位 我们今天选的是一家大盘鸡 感觉好久没吃荤的了一样 就这一家吧 好 他在阴凉的地方就不热 还有饭吃吗 有 大盘鸡吧 大盘鸡 小份多少钱 小份90 好可以的 好实在老板 有没有青菜 有 来个青菜吧 这里的温度其实是20度白天 但他在太阳底下还是很热的 紫外线很强 但是在这个棚底下就有点凉 穿个长袖还有点凉爽 油卖菜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过十分 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第一口粮食 我随便你给他吃香了 我这个是记着的 你看这饿成啥样子了 吃着不真的吗 昨晚吃那个米饭吃的太多了 是吧 好久没吃油卖菜了 我我认为只有在广东那些地方 才有这种油卖菜吃 不贵 20块钱不贵 这他这里本来不出青菜的地方 他全部要靠外地运过来 是吧 嗯 所以旅游千万不要去景区 等下你看看大盘鸡你就知道了 还是这些小县城里面的 物价也便宜 东西也好吃 所以我给你买你了 我得休息一天 好吧 我以后吃天的 9天的 我们连续6天 今天第7天了 啊大盘鸡 哇这么大呀 还不大呀 难怪你说我们俩 哈哈哈 谢谢老板啊 来来来 冰哥比一下 这才真正叫大盘鸡呢 这 这是冰哥的几个头那么大 这应该不是我们老家那种土鸡 这是他那种这种叫我们叫羊鸡 很大一只的 他可能有个八九斤十斤一只的那种鸡 看看我今天晚上128块钱的房间怎么样 啊 在这种小县城呢 住宿条件还算是不错的嘞 你看 这么大房间 双床的 他大床的 没有 所以就双床的 也是带独立卫生间的 洗漱什么的都很方便 刚刚跟老板娘聊了一下 来这里的基本上都是来这里修整的 就是过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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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